Hello 大家好 美景和大家一块分享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就是朝窗外看了一眼 我一看这天太蓝了 蓝的就是像我们内地人 比如说长期生活在北京 你都不相信这是天吗 这是真的吗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赶紧吃完饭 我就拿手机对着天就拍了一段 这个我觉得蓝的简直就有点 蓝的有点罪恶感 蓝的有点不可思议 蓝的有点那个 这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真的是湛蓝湛蓝的 天蓝天蓝的 用那个东北词叫什么 挖蓝挖蓝的 真的是太蓝了 我上回拍过一次 和这个差不多的蓝天 我上回拍过一次和这个差不多的蓝天 结果被人骂够呛 说你拍了半天 你也没说是哪 我呢 现在正在我老家 河北城德市 我把这个地儿起一名 我叫什么呀 叫做富家山音吧 因为这个地儿在 就是几十年以前住的基本上都是姓富的 当然是那穷富的富 还是那个富啊 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啊 因为姓富的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啊 他们的 前人或者先人 他们的先祖是谁啊 是清朝的皇室 对吧 就是 诺哈市那一阵儿的啊 叫爱心觉罗 这点原来就人家地儿啊 当然现在了啊 他们可能啊 这这这这谁都住 就是这这楼都商品楼 谁有钱谁卖啊 谁买了谁住是吧 就是 这就是这么一个地儿啊 我上回呢 我没说地儿啊 结果让人跟我骂够腔 哎呀 我就觉得 就是你要生活在北京的话 你永远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看到如此蓝的天 这个是我拍的照片 我前面不是录的视频吗 这后面有个七八张是我拍的照片啊 同样还是一个手机拍的 我觉得你看这个太阳下的这个啊 这个云都是五彩的是吧 我去过云南很多次 云南那个云就是五彩的吗 其实哪的云啊 在这种阳光下 它都是五彩的 就比如说我们 呃 要是正常的我们用着肉眼看 因为你看不了嘛 他他他那个就刺眼 哎 你拍下来一看啊 就觉得啊 原来是这个颜色 这这你看了吗 这就是 反正我觉得挺美的 OK就到这 我是非诚蛮犬老李 咱下次再见 拜拜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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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